在制造业和交通领域加入疫苗接种行列后 建筑业下个月1号也开始注射疫苗 科学工业及格新部长凯里强调 虽然多个经济领域的员工开始接种疫苗 但这不会影响全国免疫计划的疫苗数量 同时凯里也否认政府试图囤积疫苗 导致施打速度缓慢 因为目前到货的疫苗派发率达九成 只有10%的疫苗充作备用 我国过去三天每天施打超过26万剂疫苗 却还是有民众批评速度缓慢 凯里清早和交通部长拿杜斯里维加祥 巡视巴生港口的交通领域疫苗接种中心后 强调我国的疫苗使用量其实高达九成 凯里解释疫苗一旦到货 当局就会按照程序送交药物管理局核验 之后就会立刻分派到各州各地的疫苗接种中心 让民众施打疫苗 我们的疫苗使用量是90% 100疫苗至90%会用于多少 10%的疫苗使用量是10%的 10%的疫苗使用量是10%的 所以如果要继续 如果要继续 当时疫苗使用量来 我们把疫苗使用量来 到区域的区域 疫苗使用量我们的疫苗使用量 到90%的疫苗 在交通部和全国官病免疫协调特工队的安排下 交通运输领域的首批人员今天开始陆续接种疫苗 凯里强调海陆空关键领域人员在全面行管令期间日以计业照常工作 因此有需要优先获得疫苗 除了交通运输 凯里也宣布建筑领域的人员下个月1号开始接种疫苗 不过这只会涵盖那些在行管令期间获准运作的关键领域建筑工人 凯里重申这些商业领域的接种计划 不会影响全国免疫计划 供应给一般民众的疫苗数量 不会因此减少